回到新聞現場來看到 片扁小子黃岐 趁藝人孫彭跟敵英夫妻的兒子孫安佐 在美國犯下槍炮案回國受審的機會 假冒是張青芳前夫的秘書介紹律師幫忙 但是卻自己擬了申請提審狀 還蓋上律師用印 詐騙得手將近20萬元 二審判決出爐 黃岐維持一審6個月刑期 得一顆罰金 但沒收19萬2000元的犯罪所得 關懷細節太多了 生活起居吃得好嗎睡得好嗎 然後還問我們回台灣以後 有沒有什麼計畫 孫彭丁夫妻一月分以證人身份 前往台北地人出庭 還抱怨一番 我真的很討厭法院 好不容易解脫了還要來 2018年的兒子孫安佐 在美國勇槍揚言恐攻招待 夫妻倆在台為了官司忙得焦頭爛 而片扁小子黃岐卻趁虛而入 先是假冒是藝人張青芳前夫的秘書 介紹律師郭尚惟給孫彭丁夫婦 說可以幫忙打官司 卻自己撰寫提審撞 蓋了律師用印 詐騙得手19萬 一審將黃岐律師郭尚惟各判刑6個月 上訴後二審法官認為郭尚惟不是立於主導的地位 而是配合黃岐 改一違反律師法兩次各判刑3個月 和4個月可一顆罰金 但黃岐則維持原判6個月 並沒收19萬2000元的犯罪所得 全案人可上訴 因為我比較沒有推過這個 我怕我手一滑就跟飛彈一樣 避免少年黃岐假冒身份到處行騙 猶如台版的神鬼交鋒話題不斷 被害人只判官司能盡快告一段落 讓日子過於平靜 這台北綜合報導 在繼續在台北綜合